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突然,消失引起了娱乐圈的一片哗然,然而,最新的消息却揭示了赵丽颖并非真的,消失,而是在默默筹备一场令人瞩目的江湖回归。 在这场风波中,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甚至掐起了架,而两位娱乐圈佼佼者则相安无事,隔岸观火。 焦点集中在由陈可欣指导的电影《将园弄的女主角选角》上,传闻称,陈导邀请赵丽颖担任女主角,搭档雷佳音出演男主角。 剧中另一女二的身份成了谜团,相较之下,杨幂的角色戏份则显得扑朔迷离。 赵丽颖的《消失时》则是娱乐圈名争暗斗的一环。 这位实力派女演员一直保持低调,却在每一次出场时都能带来惊喜。 她的突然,隐退更是激发了粉丝和媒体的猜测。 她的回归消息却让人期待不已,预示着一场颠覆性的表演即将上演。 赵丽颖一直以出色的演技和高度的职业操守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场精湛的演技展示,而这一次参与《降员弄》更是引发了期待。 赵丽颖的选择很可能是因为她看中了剧本和导演,对这部电影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娱乐圈内的暗流涌动,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们意外地卷入了这场风波。 两位女演员本人却始终保持高度克制, 未曾在公开场合直接交锋。 这种低调沉稳的态度反而使得整场风波更加扑朔迷离。 《降员弄》的女主角争夺战成了整个事件的高潮。 陈可欣的邀请,让赵丽颖有机会挑战一位又一位身具实力的对手。 这也让她的江湖地位更加凸显。 这一次的选择,或许也是她在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一次跨足不同领域的冒险。 关于剧情中另一位女儿的身份,充满了悬念。 这位演员的加入无疑为电影增色不少,也让观众在期待中保持了一丝神秘感。 而杨幂饰演的角色,虽然在小说中戏份相对较少,但其身份和故事发展仍是一个谜。 娱乐圈的竞争机制难免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因素。 演员的选择往往受到导演、制片人的邀请,而这其中往往也伴随着潜在的商业利益和产业链条的推动。 电影市场作为一个商业体系,投资、导演、演员等各方面的利益纠葛,使得片方在选角时更注重票房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女演员的职业选择往往受到片方,导演以及制片人的多重压力。 赵丽颖之所以会在某段时间,消失,可能是她在等待一个既能彰显演技又能取得商业成功的角色。 而这也凸显了娱乐圈内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 女星在职业生涯中的选择受到的制约也涉及到公众的期待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观众往往对女演员有着较高的审美要求,而这种审美观念可能与角色本身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冲突。 演员不仅需要在影片中呈现出高水平的表演,还需兼顾自身形象的打磨,因此在选角时的压力更为繁重。 赵丽颖的回归可能也是在平衡商业考量和个人形象之间寻找一条平衡指导。 她一直以来都是以实力派女演员的形象式人,选择角色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深度和故事情节的质量。 这种追求在商业影片中未必能够顺利实现,因此她的消失可能是在为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蓄力。 与此同时,娱乐圈内女星的竞争也映射了社会对女星的固有观念。 在商业片和观众的期待中,女演员常常扮演着柔弱、婀娜多姿的形象,而这种观念局限了她们在职业生涯中的发展空间。 女星在选择角色时需要在商业成功和个人表达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制约往往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尤为显著。 对于赵丽莹与杨幂的粉丝而言,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娱乐圈明星之间粉丝争端的另一面。 虽然两位女演员本人保持低调,但粉丝却在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种争端不仅加深了娱乐圈内部的矛盾,也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粉丝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 降员弄风波是娱乐圈内部机制的一次缩影。 商业利益、社会观念、粉丝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女星在职业生涯中的选择备受制约。 这也提醒着娱乐圈各方,需要更加理性和开明地看待女演员的职业选择,给予她们更多的空间展现多样性和个性化的表演。 希望在未来,女演员们能够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展现她们的才华和魅力,而不受过多志愿。 接下来说,降员弄官宣后,赵丽颖遭黑粉抨击,猎食尖肘,质疑其拉踩杨幂。 12月14日,电影《降员弄》,官方发布了一则开机消息,文字中告知大家部分主演已经陆续进组,但仍有些角色还在搭配中,待到所有演员都定下后,在官宣全部主演阵容。 许多网友都觉得这则官宣消息就好像是没官宣似的,毕竟大众关心的不是电影是否开机,而是主演们到底定了谁。 除了张子怡,雷佳音外,据说易阳千玺也已禁组,而网上吵得厉害的女配到底定了谁,至今都还是在各种猜测之中。 女配角之所以关注度这么高,无非就是耿在了赵丽颖和杨幂之间。 近期网上的消息是,赵丽颖才是女儿,杨幂只是客串罢了。 于是,好多杨幂的粉丝就接受不了了。 虽说他们二人本身并没有什么过节,可毕竟都属于85花的领头人,所以两家粉丝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偶像落后于对方。 而杨幂的粉丝也喊话工作室,称绝不接受杨幂和赵丽颖在同一部剧中出现,看来粉丝们也是很极端的态度了。 不过在《匠元弄》官宣后没多久,赵丽颖就遭到了黑粉的攻击。 这位黑粉列举了时间轴,详细地说明了,赵丽颖,角色刚已有动静之时,赵丽颖和杨幂的动态时间线,主要是针对赵丽颖,说当初杨幂事成任劫了。 赵丽颖,可在12月初的时候,赵丽颖方便传出了要接女配的消息。 而这时赵丽颖的粉丝也开始攻击杨幂,紧接着便造谣杨幂是客串,并非女配。 还说赵丽颖的粉丝在相关博文下方大力拉踩杨幂,说这部电影中根本就没有杨幂的角色。 可笑的是,当《匠元弄》官宣了信息后,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赵丽颖就是出演女二,而光博也称这部剧不存在女二的角色。 看来黑粉确实是想在《匠元弄》这里狠狠打压一下赵丽颖了。 可对于赵丽颖来讲,或许电影方面确实是她未来想要大力进攻的方向,再加上陈可欣大导演的作品也极有诱惑力在,想争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如今的赵丽颖已然不缺资源,即便电影方面还没能打出漂亮的一仗,可眼下的她似乎已经定位好了电影的方向。 女性题材影片《乔妍的心事》,已拍摄大半,还有网传的《虎狼之路》,以及法律题材的《第20条》,这些都是赵丽颖未来要主攻的方向。 先前她和陈可欣导演吃饭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约饭局,毕竟赵丽颖私下里是不喜社交的,所以大家才认为二人必定要有合作。 那这和黑粉的论断是不是就大相径庭了呢?如果最后赵丽颖没来,降员弄,那或许也是多方考虑后做出的决定。 杨幂也是如此。赵丽颖是什么样的性格,大家都是知道的,她用不着和谁抱作一团,也不屑于去争抢,就更不用提早营销去拉踩杨幂了。 粉丝们的心情都能理解,毕竟都是想给自家偶像拉利益的,但有些时候黑粉们的存在就成了一剂毒药,有时候要不了命,但也可以伤了根本。 既然,降员弄,官方还未发布主演阵容,那大家就稍安勿躁,最后不管是选了谁,想来都是导演根据角色考虑后的结果。 再说了,搞不好二人都不在剧中出现呢?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